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伯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200C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佛福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 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 預約袁醫生會診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今次和大家介紹這個療劑 叫做Sanicula Agua Sanicula Agua 是一種礦泉水 是一個有一個地方 Ellinois Ottawa的地方 有一個礦泉 所以 這個療劑 通常是用在 兒童方面的療劑 它好像鱗一樣 是怕黑 對那些 雷電特別敏感 但它亦都好像 直 Silica 因為它會有 大汗的腳 在小小方面 大家知道 對大汗和有臭腳汗的療劑 主要是直 Silica 而這個Sanicula 是一個比較小的療劑 好了 Sanicula 抗泉水 都有很多皮膚症狀 好像硫磺 例如皮膚癢 濕疹 沖了涼後 會更加差 而那些沈蚊 通常是比較固執 很固執 很堅持 很固執 很固執 很難討好 很難可以令它乖乖的 另外一個應用的方法 這個療劑是有很多陰道的分泌 這種分泌是有些餘腥 咸餘腥味 有一個很強的餘腥臭 可能這個是因為陰道的出現問題 感染 或者滴蟲病 Tracomonas 這類 那你就可以想想 這個大家可以考慮 Sinnicula 這個抗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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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抗泉水的抗泉水 有另一個療劑 叫做流化鈴 Hepasol 而這個抗泉水 這個Sinnicula 這個抗泉水 它的抗泉水 很多時候是接近那些臭的 另外一個療劑叫做Cruosol 雜糞油 這個療劑的分泌是好像死了的屍下 好像腐屍味,所以有些少不同 這兩個主要療劑 大家要了解療劑 這個療劑就是當你見到一個小朋友 而他的症狀好像直,也好像硫磺,也好像輪 你試過這幾個療劑好像都不咒效 這個綜合下來的,可以考慮抗泉水療劑 大家知道抗泉水有很多抗物鹽 例如有鈉,綠化鈉,有綠化鈉 有綠化鈉,也有梳打粉,有鈣,流化鈉 鐵,鈴,鈴,直,鋁,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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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鈴 可以這麼說 其實抗蠢水有很多抗物鹽 所以我想到他的症狀 其實都是有些接近那幾種抗物鹽 其中一個主要的症狀是消瘦、營養不良、皮膚很不健康、有癢、手腳有濕汗、腳汗臭、頭汗、皮膚乾汗、不太色澤、頭皮 另一種形容小朋友的療劑,通常生蚊的消化是比較慢、差、腹部漲漲、便秘或者吐舌 嬰兒喝多奶後,嘔出來的奶是很稠的,好像一塊塊的凝結了的奶 在精神狀態,通常是沒有什麼精靈、腦袋那方面沒有什麼能力、能力 又很怕工作,做事沒有什麼目的,永遠的做事是不會完成的 他做一件事是不斷改的,做那些做其他那些 人家比較固執、很容易生氣、不開心、把東西丟掉 比較上腦袋那方面是有這種問題的 人家的情緒容易生氣、經常都好像感覺有些不幸的東西快來臨 在睡覺方面喜歡踢開鼻,就算在冬天也好,他都覺得很熱 那個腳板底很生氣、喜歡踢開鼻 不喜歡怕黑、不喜歡黑、記憶力差 還有老大只是油暈地走來走去 另外那個就是很不安,經常都要動來動去 還有發夢,發夢到有些賊佬 或者有些事情很多時候是誤解那些發生的夢境 又怕,又沒有精神 也都不喜歡人接近他,不喜歡人碰他 所以他不喜歡有些人睡在他旁邊 他出汗方面,通常睡部位就會容易出汗 那麽也都在皮膚那裏有些倉戒 那些倉戒是不會化濃的 他生在這裏,可能是背部 那些倉戒可能是手腕 那麽沈仔通常是又瘟瘦又軟弱 有時候瘦到頭都抬不起那種感覺 那麽背部就很軟,很累的 那麽床皮膚都是很乾 很多很鬆散,很癢,濕省這方面 那麽,還有就是睡覺很容易醒 睡得很不安寧 通常三點半左右,凌晨三點半很容易醒 那麽醒的時候,可能突然突然醒醒 那麽,接著是抽搐 那麽沈仔醒了之後,就很悶悶 在這裏哭,可能觸眼,觸病 拿拳頭出,任何東西都不可以接緊 那麽,他就以為發夢,就有茶樓入了屋 那麽起床之後,就周圍去找 看看有沒有茶樓在這裏 那麽有 那麽,他們也喜歡吃那些煙肉,bacon,鹽,鹹,鹹的食物 肉類,那麽又不太喜歡吃麵包 那成了東西之後,就很想去大便 那麽,亦都有的相反便秘 那麽有很多氣味,很多氣的 那麽,在尿骨中,有些時候出現,就是濕缺 尿那個那個、粗骨 equipment,有時濕缺 那麽就很多時候,有些臘量就很 victond 那麽它們 resol Anne 也可以發射餓 孕餓吧,但消化都不好 отдr particulate後,又有些通常 vänden 無法搶,其實 THE THEY www.C In roda 那麽,又很高溪又濕 总之是营养不良这种的小朋友 那这个是一个Sinicula 那个抗泉水这个疗剂 记住主要是宋文仔应用 还有那个阴道分泌是很臭 好像芝士那些 那些腐烂芝士那种臭味 那这个是两个部分 两个范围最容易应用 这个抗泉水这个疗剂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适不适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发疗剂 可以在铜锣湾、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2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